如果见佛文法就没难了 地狱里面有没有见佛文法的 有 太稀少了 那真正是 在做人的时候 极了大功大德 做了大善事 临终一念错了 都地狱了 一个错误都地狱了 谁躲地狱 善根佛德的种子 力量很大了 所以在地狱里面也能见到佛菩萨 也能够见佛文法 菩萨在地狱教化中 大家都知道 叫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 地藏菩萨很多很多 一切诸佛如来 发生菩萨 如果 他有 与他有缘的人 都在地狱里 那一念忏悔的心才动 承认 我错了 这个信息 立刻就传遍 虚空发界 孤变发界 佛菩萨都知道了 一直到自然的反应 在地狱 这个有缘众生面前 就现实 现实的 现实的身都叫地藏菩萨 所以地藏菩萨是通名 不是别名 都叫做地藏菩萨 慈悲到了极处 他来帮助你 脱离地狱 到哪一道去呢 当然最好的 是到人道 为什么 人道 见佛文法的机会 最多 其他的道有不多 人道的缘 最多 所以 人生难得 佛法难为 佛没有说 天生难得 佛法难为 他偏偏说 人生难得 人生之苦贵 就是 人容易 容易生进度 天人的生活 太好了 乐多苦少 不想修行 不想往生 他对他的生活环境 流年 舍不得离开 摸到里面 太苦了 把求出力的心 求往生的心 都忘得干干净净 佛菩萨 在他面前 献身 提醒他 他都记不起来 所以六道里头 以佛的身份 出现在世间 教化众生 六道里头 只有人道 其他的道 都是献菩萨身 献身闻身 因为一切众生 献同类身 这最多的 献佛身 只有这人道 这些现象 都是在告诉我们 一个四十 那就是 人道虽然辛苦 人道能解决问题 只要求我 那想真觉悟 真觉悟 你都放下 障碍你觉悟 是哪些东西 障碍你觉悟 最严重的 是自私自立 是明文理 是贪嗔痴慢 外面 外面呢 然后五欲六成 破密开悟 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是学习经教 学习经教 最好的方法 是讲经教训 你看 射方 祝福如来 祝大菩萨 那有一个 不是从这一道 出生的 讲经教 讲经教 确确确实实 自立 立他了 听听 讲经教 你就不会被 外界 一切众云所干扰 你能保住自己 不受外界影响 你才能得定 你才能开悔 你才能掌控 凡是会受 外面经济影响 你不能拯救 做再多的好事 都还是在流道 脱离不了 脱离不了六道 脱离不了六道 就等于 你这一生 空过了 不过了 一丝毫成就 都没有 所以学佛的人 每一天 每一天 我们做反省 做忏悔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 一个问题 我今天 有没有被 境界干扰 我想很多人 都没有想到 过这个问题 如果想到这个问题 自己就会恐怖 为什么 没有长进 天天空过 这还得了吗 别人 赞叹你几句 很高兴 你被他影响了 别人 回报你 你就生气 你怎么一点都不能做出 随着外头 境界转 这是轮回 天天在搞轮回 轮回心 造轮回业 后头的果报 就是轮回 太可怕了 你不了解 事实环境 你的警觉心 提不起来 很多人都知道 刘苏云居士的成就 他没别的长处 他警觉心高 他那个缘也很出胜 他得红瓣狼疮 比癌症很严重 医生告诉他 你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 让他心里还有准备 这个缘好啊 他有高度的警觉 一天到晚 二六十证 就一直复好 一步无量手机 除这个之外 什么都放下了 他的成就 就这么成就 决定不受外界干扰 顺境 逆境 善缘 卧缘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所有一切之间 就是一步无量手机 是你 他成就了 我们今天 你一天都做不到 我能不能不受外面干扰呢 不受外面干扰这种事情 不怪别人 完全是自己的事情 人家 人家来赞叹你 赞美你 恭敬你 阿弥陀佛 人家来骂你 无辱你 羞辱你 阿弥陀佛 我不受到干扰啊 我统统是阿弥陀佛 我真的杀阿弥陀佛 看到善人 阿弥陀佛 真阿弥陀佛 看到卧人 真的阿弥陀佛 不是假的 你就成佛了 没有怨恨心 没有欢喜 那个真欢喜 那个欢喜是发喜 骂你 侮辱你 害你 都是阿弥陀佛 欢欢喜喜 没有受到丝毫伤害啊 纵然拿着刀枪 把我杀掉了 阿弥陀佛 我到结罗世界去了 阿弥陀佛